眾議院繼星期五早上 批准了12,000億美元的聯邦支出法案之後 參議院在星期六凌晨 以74票支持 24票反對 通過了這個法案 總統拜登當日將法案簽署生效 法案將為大約70%的聯邦政府部門提供運作資金 當中涵蓋美國聯邦政府經費中最大和最有爭議的部分 包括國防、國土安全等經費 其餘30%的機構和部門 包括農業、科學、退伍、軍人、交通和住屋等運作經費 已經在2月獲得通過 拜登在聲明中表示 法案令政府保持運作 投資在美國人身上 並且加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 法案也增加了國防部經費 提供8,243億美元 比2023年度增加了268億美元 眾議院以蔣約翰遜發表聲明指 法案為邊境安全和執法增加資金 為多2萬2千名邊境巡邏人員提供資金 不過法案並未達到共和黨人要求的 非國防開支大幅削減 有部分強硬派共和黨議員 認為法案違背了共和黨的原則 而且沒有在根本上解除美國南部邊境的危機 民主黨人所作出的讓步是 撤斷在加沙聯合國主要救援機構的資金 以及阻止實施對煤氣爐的禁令等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拜拜